我們要來看軍事的部分 就是因為呢 俄羅斯的軍艦 跟中國的軍艦 在我們蘭嶼的外海 在那邊軍演 欸 蠻遠的耶 俄羅斯跑到這邊海 他要幹嘛啦 我們小時候都有一首歌 叫《亞歇亞的孤兒》嘛 那時候我們台灣 一直被欺負對不對 我們現在呢 東升西降 太平野 台灣海峽東邊升起來了 台灣海峽西邊往下掉 所以亞歇亞的孤兒 就是中國 對不對 那這個亞歇亞的孤兒 現在出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史上最大的軍演 環太平洋軍演對不對 對 正在這邊舉行29國 40艘軍艦 150架先進戰機 然後呢 東南亞的國家都去了 日本 澳洲都去了 連北約的國家都去了 那中國看到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而亞歇亞的孤兒找不到朋友了 沒有人跟他演了 金小炮 你派幾艘漁船出來嘛 也不行嘛 所以只好請俄羅斯來協助一下 所以你要看這個 就是他們現在只有中俄 我們還是革命夥伴 所以俄羅斯就派了軍艦 然後派了軍艦就三艘 所以他要跟這個太平洋 環太平洋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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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有我也有啊 我不是大毒獸 我不是亞歇亞的孤兒 我還有俄羅斯 所以俄羅斯這三艘軍艦就來了 然後來了以後呢 他們呢 因為走公海嘛 所以他們先經過日本那邊大禹海峽 經過宮古海峽 然後這邊呢 要故意一下 穿過我們的宇納國島 和台灣中間 然後這樣過來 然後就一路走 然後至少是說聯合嘛 因為他們現在三東艦 正在我們東邊的菲律賓海那邊 然後有四艘軍艦在那邊操演 然後又講說 我也可以跟你環太平洋 我們也來聯合軍演一下 對 聯合軍演一下 聯合航行 可是美國那邊的環太平洋軍演呢 是怎麼演的 他們最後 我們反正知道八月多 他們這段時間是協同作戰 A艦B島 然後最後一定要炸掉一艘四溫頓的船 環太軍演29個國家 對 有點落差 至少他不是亞西亞的孤兒嘛 好啦好啦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那當然都在我們看到這邊公布出來 都被我們的軍艦緊緊的跟著 人家是在做操演 戰子通勤戰場上的時候 你看如果不是有一個電影嗎 環太平洋軍演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那你怎麼辦呢 他們也沒什麼操演 就是傳過去了 代表我們是有合作的 我有來了 我有來了 對 我不是孤兒 可是事實上他們這樣過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的是 怎麼去緊盯的這個叫做 對 我們沒有消息 先前的時候 我們不是有公布 他們前10號的時候那一天 不是有10幾架的殲16飛過巴士海峽 飛到我們東南邊也是那邊嘛 對 那我們的顧力雄很簡單 公布一張舉機手夾艙 沒錯 沒錯 一個照片 監視畫面 監視畫面 對 你看舉機手夾艙是什麼 60公里外 你根本不知道 我就可以打你了 然後日本也公布一個畫面 日本的船就會在那邊說 山東艦還有那些船艦 我們公布畫面 然後現在呢 山東號不是在那邊邊境府嗎 然後他們飛機總要起降一下嘛 對 日本馬上緊急起危 周邊國家 那這你要他講一個觀點是什麼 我們都盯得緊緊的 對 台灣 你有台灣負責的巴士海峽 公布海峽 日本 我來處理 這個叫做聯合的整個操驗 所以跟你的完全不一樣 然後當然是習近平這個時候 他也沒辦法 因為呢 他為什麼 普丁已經在黑海艦隊那邊 船艦都會打得差不多了 他們普丁的海軍已經沒那麼強了 對 為什麼 因為北約不是這次開了峰會嗎 對 開了峰會直接講了 俄羅斯和烏克蘭這邊的戰爭 然後包含伊朗中東的戰爭 還有北韓都有一個關鍵推動者 就是中國 所以現在你也就知道 普丁現在只能拿一些東西過去 然後一些武器 一些設備 一些零組件 然後普丁派兩艘殘來了 我不要成為孤兒 了解 感謝創下的分析 的確是邪爾周星 中國加俄羅斯 而且他們就是這個船來這邊 聯合這樣子游一游有沒有 但是我們公布的 以及日本公布的 是直接的聯合操演 厲不厲害 是不是 這個 就這一題 講完跑不掉 我完全贊同 逸三哥剛才講的 2022年有家長會反映 有家長會舉報 就代表說小朋友跟家長講了 你發生一年 讓這個狼屍繼續交 其實後來的 檢方在調查非常困難 最後是因為真的發現 他600多部犯案影片 才把這個人現在神之於法 天啊 600多部 所以簡單來講 這20幾個孩童 是不是只有20幾個 這都還要調查 對 一年的時間其實已經示警了 然後市政府沒有作為 這個案子 我講個最核心的 園長 因為 蔣萬的態度是認為說 我們檢查通報啊 我們就是請幼兒園去做處理啊 幼兒園的園長 他兒子就是個老師啊 對 這沒有包 一定會包庇嘛 所以你有沒有作為嘛 然後所以後來2023年7月 檢調去羈押了這個狼屍 這個人才離職嘛 然後蔣萬說我們第一時間 接我的通報就重點調查 那調查書就怕了 對啊 你調查了什麼嘛 你調查出什麼 就是一年的結果 狼屍還在教嘛 然後呢 而且吳佩毅講得很清楚 第一時間通報做知情 也知道狼屍就是園長的兒子 如果今天我剛才講的 你不知道這個老師 就是園長的兒子 我們大家各自討論 各自表述 你知道啊 為什麼你不能讓這些幼兒 能夠悲劇 可以不要發生 對 好 接下來我要討論 第二個議題 現在重點就是 我們現在相關的兒哨法令 到底是在保護被害者 還是保護加害者 對 我說真的啊 剛才很多網友 我也替各媒體講個話 為什麼媒體大家都沒有報 或報得少 因為動不動依照現在法令 都會被罰 現在的法令就是規定說 我們如果說只要有一點點特徵 可以顯示出這個被害者 受害者是誰 你媒體就會受罰 好啊 然後結果先感謝一下四叉貓 四叉貓後來用了他神之搜尋柯南的方式 他比對了包含LINE 比對了相關的社群平台 最後發現 這一個社群帳號追蹤一堆小女孩 另外也追蹤柯文哲啦 天啊 對啦 這個觀念性很清楚 很奇怪 好啦就這樣 好 你剛剛講到媒體 對 所以林楚音現在跳出來講了 就是說 我們應該是要保護被害者 而不是去保護加害者 沒錯 那目前兒哨的法令 因為所有的這些兒哨法規定 如果電視新聞接發之後 有很高的新聞會被罰嘛 所以他現在希望是這樣 林楚音 我覺得這個提案 證大家可以審慎討論 應該要給予媒體 報導據市警作用的免責條款 我覺得這有道理 對啊 我舉個例子 2022年 如果當時這個案子 家長 然後去對市政府投訴 相關的掌握的資料 然後最後市府跟原方沒有處理 這個案子如果當時找媒體揭露了 相關檔案會不會被處理 但是如果依照本來的法令 有沒有媒體敢報 沒有 沒有媒體敢報 事實話就如此嘛 對 好 然後我們的GTO小商人 對 他在LA做生意 我沒去 我沒去 他做比較特別的生意 是喔 對 好 那個小商人惡度揭露 這個惡膽的真面目 他誰啊 他到底在 GTO小商人 做特別的生意 不要網友自己打 LA 對 嘉義人 好 現在他很有爭議感嘛 他覺得說 媒體礙於法規無法發聲 然後他直接 把教保員的樣貌姓名年齡的看板 他要直接把他架在幼兒園的門口 他說你們就來罰我吧 就給你罰 雖然不鼓勵犯罪啦 但這個是有違反兒哨法 可是這也顯示出一件事情 這個台北幼兒園的受害人 是黃子交得20倍 可是媒體不能報 對 所以他直接講 歡迎政府來罰 我先講不鼓勵犯罪 可是這代表說 大家看不下去了嘛 對 所以林楚衣委員的這個修法版本 我覺得大家要審慎討論 沒錯 給媒體可以示警作用 對 讓被害者 不要 變成去保護加害者 是要保護被害者 沒錯 感謝冠婷的分析 也的確啦 因為這個東西媒體不能報 然後我就看到網路上面 一直在火燒這個話題 然後就一直在這個傳播說 台北幼兒園這個事情不能成 可見大家其實都非常非常的憤怒 也的確到底是保護了這些受害者 還是其實對於加害者 也某種程度的保護 讓他可以有一年的時間的這種空窗期 這個的確需要立法委員 好好的來修法的思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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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